我们来介绍垃圾桶 那所有的电脑系统 现在的电脑系统都有垃圾桶的功能 垃圾桶在桌面上有一个 在我们的DASH工作的列里面也有一个 在这里 像我们现在有把档案删掉 它就会在这里 那你也可以选择把它清空 针对某一个档案可以选择把它还原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料 假设我们这个东西不小心按下删除键 它会在哪里 它会在自愿回收桶里面 我们刚才把Squatch这一次程式的一个捷径删掉 那我们把它还原回来 按右键选择还原 还原 它这个时候会回到我们的桌面来 Squatch在这里 那还有呢 如果你在这里再选择删除一次 按右键 再删除 它就永远删除了 这个使用方式和Windows是相同 事实上也跟我们人类的习惯差不多 养成适当的习惯 整理好自己的桌面 整理好自己的垃圾桶 然后把该清的东西清掉 该删的或者是不该删的 误删了 赶快把它救回来 这都可以 我们选择清空 看垃圾桶就是空的 这就是垃圾桶 感谢观看